大家好我是财马小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买理财的时候 很多产品的收益率很高 很有吸引力 但是对资金门槛的要求也会比较高 很多都是几十万几百万起购的 那为啥高收益的理财门槛往往会比较高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首先第一个原因 各大金融机构它本身也是商业机构 主要做的是钱的生意 资金量大的用户就等同于他们的VIP用户 那这些VIP用户们创造的利润是比较高的 所以各大金融机构才会舍得花更高的成本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来维系 多给点收益算啥 金融机构还会提供各种附加服务 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增加客户的粘性 那除了客户分类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很多时候高收益不只是对应高门槛 同时也对应着高风险 对于有钱人来说 投资的经验相对会比较丰富 抗风险的能力也会比一般的普通用户强 也就更能够接受高收益背后的高风险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就算是银行卖给高进制用户的产品出现了亏损 他们所需要付出的客速处理成本和机构生育成本 也是相对可控的 毕竟几十上百人的抱怨 总比成千上万人的闹事要好处理得多 当然了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 我们一直提倡的都是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高收益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做最后的选择 大家好 我是财妈小庆 欢迎关注财妈聊财商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的首页 搜索财妈聊财商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就能看到关注按钮 下次想看财妈的节目 直接点击关注列表就可以查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